优雅的舞步伴隨著美妙的音樂聲 襯托出林詠貞、林婷俊與舞伴的華麗舞姿 一年初參與世界舞蹈總會得到冠軍 堂兄弟倆今年也一起高中畢業 跟一起利用運動成績優良 爭選錄取國立彰化師大運動系 我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接觸這個舞蹈 然後那個時候是沒有興趣的 就是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然後因為家人他們的因素 所以我接觸了這個舞蹈 然後就一直跳著跳著跳 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然後走到現在變成那個國家代表隊 進入黨史達之後我們會就讀運動學系 然後將來畢業之後就有教師資格 然後可以推廣我們運動舞蹈這個項目 培養下一代 讓那些喜歡跳舞的小朋友可以有自己的興趣跟專長 而堂姐也在年初參與世界比賽得到第五名 也是堂兄弟倆未來的學姐 更希望大家能夠朝著目標一起前進 兩個都是我弟弟 然後大家從小一起訓練 當然過程會有吵架 或者是跳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甚至哭啊 但是我覺得這一路走來都非常值得 舞蹈國標舞這個區塊呢 繼續發揚光大 然後培養更多的喜愛舞蹈的小朋友 現議員李周中肯定指導老師的用心 也讚許兩位世界冠軍得主 期許未來這項運動能夠更蓬勃發展 兩位林同學 堂兄弟了 參加我們世界 國標舞的比賽 勇德冠軍 這個是我們 籃頭線的榮耀 也是我們草屯的榮耀 我們期許他能夠繼續來帶動 我們這個國標舞繼續來引導 讓我們更多更多的選手們 更多有興趣的同學 共同再來參與 堂兄弟倆參加過數百場的比賽 從沒有興趣到努力練習而得到冠軍 經過了辛苦與汗水 也得到了假期的驗證 希望這項運動能夠更發光發熱 吸引更多有興趣的學子參與 記者六永生 草屯採訪報導 到達到